之前我已在节目提及 我们将要面临是因为天气太热 粮食将有供应短缺的问题 除了要处备一些基本干粮之外 作为一位投资者认我 当然也有留意这个农产品的投资机会 所以在过去大约两个星期前 卫都买入明年3月份的小物期货 数目就有点失离了 就是一张 不是因为我没有送心 而是商品期货和指数期货是不同的 最大的分别在于指数期货是以现金结算 商品期货如果到期时有需要交付实物 当然在实际操作上 我是不可能持有自于到期结算 融产品期货有这么多的选择 为什么我要选小物而不选其他呢 今集这条片我就会解释当中的原因 正式开始前 由于涉及投资操作的成分 所以我也要先戴一个头盔 投资涉及风险 今集的内容涉及高风险的投资操作 其中的内容以本人风险承受能力作为一个衡量 未必是适合所有投资者使用 当中内容应该以学术性角度去理解和分享 投资者进行投资的时候 无必先行明分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 设作任何投资买卖决定 本人也不是纵行任何投资买卖要约和建议 更不会承担任何投资责任和损失 首先初步解释一下农产品的投资 因为本身这方面的投资并不是常见 而且实际参与买卖的人也不多 最经常参与农产品买卖的投资者 是以农产业的机构和国际大型队冲基金为主 因为当中涉及商品的实物交收风险 所以一般普通投资者的参与人手都很较少 即使是普通投资者的参与 资本亦都是比较大为主 农产品期货是以季月第三个星期作结算 与美股的三大指数结算是同一天 一般常规交易是以美元计价 不过与指数期货是不一样的 农产品期货会以半年期和9个月期的交投商来活跃 原因是继续农产品的种植和收成 而最近的三个月 由于近半年左右的时间 农产商已经差不多锁定了农产物的售价 所以波动性和成交会逐渐减少等待结算 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农产品的价格呢 当中包括气候变化 日夜温差水质 政府的出入口贸易管制 农产商的商业决定 以及市场的需求预期 近期我们可以从这些新闻见到 分别泰国、印度、越南的米薰 都表示将会减低度米的出口 亦都会加价 原因是东南亚地区天气太热 度米的收成会减少 他们会优先供应自己国内的粮食 为什么最后我会选择去买入小米期货 而不是买入度米期货呢 原因是米的需求地 主要是遍布在东南亚和亚洲 相比欧美地区的需求性并不是太高 而小米所制的食品 包括面食和面包 全球需求性较度米为多 再加上小米的正常收成是在9月至11月 但我们可以记得到 除了全球温度上升 欧美国家目前的平均温度在31度 小米最理想的收成温度是17至20度 而今天欧美地区的气温 要由31度降到20度 似乎在9月至11月有些难度 即使进行了人工加工吹熟小米 也难以有以往的收成量 即是说原本在9月至11月的收成小米会减少 由农产商、交付到转后商和销售商的数目会减少 在供应需求曲线 小米价格有机会出现重一步的加价情况 今天国际间对通知的看法分歧 这个不可能没有立场了 我再次重新拯 我对高通知还未完结 而且还会再次由低位大幅反弹 投资本来就是需要大胆前瞻逐步求证 因为只有在未来的真实情况 才能反映我的预测是否正确 不过正如上一条影片所指 我们需要的是前瞻预测 而不是消息的解读 发生的东西再来说根本于是无补 但是前瞻预测的目的 是为了我们可以有时间做事情的准备 当然去到实际的投资操作上 我自己的投资输人已经是对自己的看法负责 再者对于很多人在投资时追求的快感 我个人更偏论是送从自己感觉良好的投资 财务之后我一定不是了 平日的工作已经是很大压力 投资的目的是利用限制资金创造那么多财富 而不是创造更多压力的本目导致 我不是随随便便地说的 而是因为今天很多人在这儿经历的 是我差不多十年前都已经体验过 浪雪教的资格 我自问实力上仍然不足 而且投资就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 正如上年12月开始 我分家段部署港股和美股的淡仓 到今天我知道仍然很多人都觉得我是错的 要需要解释吗? 解释就是一种多余的东西 因为我由部署造仓的一刻开始 从来都没打算在短期内就要大跌 结果大周期的转量也融不上我去心急 我也很明白很多人希望透过可以不断的短炒获利 我从来没说过不可以这样做 只是能力上能不能做得到又是另一回事 这样我选择适合我的投资方式有错吗? 也浓不到其他人批评 以上就是我今次马上小麦祈福的原因 至于你是怎样部署了 我也想不到这么多 这个频道是分享我对投资市场的最新看法 以及分享我的投资人生价值观 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 离开前记得订阅我 因为今集能够启发到你的投资想法的话 希望都能够给个like I know what I do and what I will get 我爱罗勤 加油